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来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们已经算出来当日的销售了 请问你那昨日销售呢 昨日销售怎么算 例如说1月1号 1月2号 有看到1月2号吗 1月2号这边是不是应该要呈现 例如说这个11926 这就是昨日的销售 昨日的销售 那昨日销售算完 你们还必须要再学什么 从头开始 例如说累积到1月8号 这些值全部加总起来 这个函数叫YTD 叫YTD Total YTD 这些都要学会 因为我们真的有可能去比较累计 有比较累计 那我们先来看昨天怎么算 昨天的算法是不是在讲义的第59页 用两个previous thing来去做计算 OK首先我们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一样新增个量值 这边是日销售算完了 所以首页这边新增量值 我在这强调新增量值增加一个值 新增资料行增加整行资料 新增资料表是增加所有所有一堆的资料表 一堆的资料行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要去算 昨日销售 昨日销售额 昨日销售额 等于什么 昨日销售额就等于 因为我们等于说是用一个过滤的方式来去算 什么叫过滤呢 就是我是不是要去算比今天还要早一天的那个销售额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用智慧函式了 因为只有智慧函数 它可以后面加条件 例如说calculate 然后运算式 运算式有看到 运算式 那运算式当中就是去算什么 销售 销售 所以在这个地方请问 我们是用哪里的销售 是用日销售额还是订单 其实在这个地方应该是都可以 因为我已经建立关联 然后加总之后去做 例如说订单里面的总价 所以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有看到吗 它可以让我从上选到下 我可不可以用这个订单销售额 然后接下来又刮壶 这边加总 加总是不是就算完了 加总算完之后呢 我要用的是昨天 昨天 那昨天怎么算呢 昨天的话是不是 我们用那个previous day pre就是前面的 previous就是前面的 前面的这个天 那就是前一天 好 previous day 有看到 previous month quarter 有看到吗 所以它是用quarter 不是用season OK 然后接下来还有year 好 前一天 所以真的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像股市我们一定是用日K线来算 很少人用G GK线或者是年K线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previous day 再加日期 所以日期 日期是哪一个资料表的日期 是不是就是这个date 这个date 好 所以一撇 我们是不是去找到这个日期 日销售额的date 然后又刮壶 然后现在只是放到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的对称 再加一个又刮壶 有看到又刮壶 又刮壶 enter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勾选这个昨日销售 我是不是就可以算出来这个昨日的销售额了 昨日 我还有还有刚刚忘记这边 这边忘记跟你讲这边这个格式怎么修改 顺便补讲一下 就是刚刚这个地方你会出现什么 月日年 好 这个 请把这个值 这个值 改成这个 不是日期阶层 本来是不是日期阶层 因为他要记住这个日期阶层 所以就是变成年纪月日 年纪月日 所以我就把这个这个值改成什么 date 他是不是就会依照 依照我格式 格式里面的 例如说这个 date 他就会依照我的这个格式来去呈现 可是那什么时候又要用这个日期阶层呢 你去看 你去看 像我现在如果把资料表改成这一种形式 这两个都是资料表 这种形式 你去看 这边是不是可以往下 又透过这样子一个日期阶层 例如说 往下去看 2013年第一季多少 第二季地震 这不就很像那个 书纽分析 全部资料都帮你整理好了 好 你可能 可能还会想要问说 那老师怎么汇出资料 因为这个资料能不能汇出变成e-sale 可以 在这个地方 因为Power BI是哪一家公司的 微软 可以吗 当然你会直觉的想吧 就是我要这样子一个内容 就直接汇出给e-sale 好 这些因为要讲的东西我觉得太多了 OK 所以你们就知道就好了 我还是恢复成我要的那个形式 就是刚刚你在这边 刚刚你在这边这个日期 这个日期 你可以点选这个值 这个日期的date 请把它改成date 改成date之后呢 它在这个地方模型就按照你这边的模式来去做呈现了 好 那所以结论是我这边是不是可以算出来日销售额 可不可以算出昨日的销售额 那可不可以再看我们讲义59页 请翻到59页 我这边是不是就教你怎么样计算前天 因为这边算昨天嘛 那请问会不会算前天 你有没有发现比较特殊的一点 我一样是用calculate来计算 然后接下来我是使用什么 previous 对 两次 好 再接下来 搬过来第60页 有看到吗 三日平均线 有了这个三日平均线 请问average 各位都会嘛 所以自己回去试试做做看咯 有了三日平均线 三日平均线跟日销售 这个线 然后我们去看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你会真的到时候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去知道什么时候是低点 股市的低点 什么时候是股市的高点 然后透过买低 卖高 赚钱 我讲完了 我已经给你人生致富的重要金 重要宝典 OK 那我们接下来 后面的switch 还有辅助 请你真的回去要看 最后一定要看到 VAR VAL 好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范例 我就暂时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点选什么 储存 储存 然后接下来选择什么 例如说假设我存到低此叠基 低此叠基 然后今天日期2017年1128什么超市分析 好 稍微注意一下 它的副档名是PBIX 然后存档 那这个范例 我就请你 关掉了 关掉哦 然后 我们回到桌面上 对不对 重新打开 PBI 可以吗 好 来 请你们先 大家一起做了 先把刚做的那个范例 储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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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带回家 不做那个Previous Day 因为没办法做完 后面还有很多很重要的 很多很重要的 那个韩式要练习